摆出专业热身的动作 拥有拉阿如阿族和布农族协同的林州浩军 目前职业是健身教练 非常重视维持健康的生态 看似文精气质 但其实他是今年的年度群球男人选美亚军 林州浩军 别的飞业参加 穿上服饰并用布农族抱战功的方式 宣扬他来自台湾 而在2023年的男人选美比赛中 代表台湾参加了第六届全球总决赛 远夫到印尼巴厘岛比赛 并成功获得亚军的荣誉 此外他还获得总决赛 最佳男性魅力奖为台湾争光 国家的代表性服装 那我是穿我们纳马虾布农族的服装 因为我觉得原住民文化就很 足够可以代表台湾这块土地了 除了用行动展现原住民的文化自豪 也强调饮食对保持良好的体态的重要性 特别提到结合原住民特色的美食 可以成为一种健康饮食的选择 由于这些的食物都是以原型食物为基础 它们不仅美味 还能够提供身体属需的营养 我觉得饮食 要知道这个食物的营养素是什么 传统美食像吉纳菇来到我面前 可能它是芋头粉 我们就会大概知道说 它里面的碳水大概是多少 然后它里面可能会包猪肉 会包鱼肉 里面可能就会有一些些的蛋白质 在全球年度男人选美比赛中 林州昊君先是以台湾的友谊先生 比赛脱颖而出 进而代表台湾挑战四届的舞台 与全国二十多个国家精英选手照进 荣获亚军不仅是个人的努力 被事件看见 也把台湾原住民族推上国际的视野 原始新闻 八度有命 台北市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